泥背 军土 挖掘队伍步步步紧离 阻击 修复 白蚁大军拼似风度 端掉白蚁的老屋 这里是原来如此实验室盛春 我是观众领导员 专一 生活中那些司空见惯而又难以解答的问题 在这儿为您求证 为您解答 好奇心是人类的天性 保持你的好奇心天天都有精彩 哎呀 人家观众可有意见了 有意见 没有观众的意见这种的大事 到底怎么了 你还记得许红观众吗 是不是家里的一个白蚁 把蓬顶都吃光了那个 对 就是他 他呀 把咱们昨天那期节目 从头到尾都看了 可是咱们只介绍了怎么预防白蚁 没说怎么灭呀 你想 人家家里都已经有白蚁了 还预防什么呀 他就关心怎么样消灭白蚁 这一窝白蚁少说也得一万多只 要想彻底消灭 这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嗯 一窝白蚁 咱们能不能从这个窝下手 找到蚁巢 然后把它给挖掉 这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你以为这找到白蚁的巢穴 就真的那么容易 另外 找到了巢穴 就真的能够把这白蚁彻底消灭光了 这样 咱们把问题集中一下 这白蚁的巢穴到底该不该挖 咱们听听大伙怎么说 调查员小刘来到白蚁危害比较严重的浙江省州集市 请教了几位观众 应该挖掉的 一定会把它挖掉的 嗯 不会 如果我们把这个草给挖掉的话 就把白蚁整个一锅端的 如果挖掉以后 那个白蚁会不会从潮里面跑出来 在危害别的地方呀 对于收集到的百姓观点可以对送为 一应该挖 因为可以使白蚁整潮覆灭 而不应该挖 挖潮可能会导致白蚁危害扩大 有人说这个白蚁的巢穴不该挖 怕这个打草惊蛇 一旦挖了之后 他们逃到其他的地方 继续为非所打 打草惊蛇 这说明我的思路还是对的 首先啊 这个白蚁的巢穴是必须挖 但是要注意正确的方法 避免打草惊蛇 当然啊 咱们有必要做一个挖白蚁巢穴的实验 既然是实验 那就存在着成功和不成功两种可能 那咱们不能把许红女士的家 挡作实验场地 万一打草惊蛇怎么办 考虑的还挺周到 咱们是不能到这个许红家去挖 咱们就去他们家附近的 有白蚁的地方去挖 在浙江省珠济市白蚁房 这所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了许红女士家附近的一片黄土坡 工作人员在这里发现了一些线索 根据他们的经验判断 这土坡下面很有可能会隐藏着白蚁的脑窝 专家怎么就能够肯定 这儿有白蚁的巢穴呢 因为专家在这个黄土坡上 发现了白蚁经过的这个痕迹 你还记得咱们上面节目当中 有这么一个画面吗 你看 这一条一条的细线 你看这个就是追踪到这个白蚁老窝的重要的标题 迷线也叫蚁线 这样咱们看得了 由于长期生活在地下或者树杆中 白蚁的眼睛已经退化 有着怕光的特性 而当白蚁从潮雪中沿着蚁道爬到地面 去啃食木头的时候 为了遮挡阳光就必须给自己修住一个完全封闭的公式 像一条线一样覆盖在爬行路线上的就是蚁线 也可以叫做蚁线 而像一张被子一样覆盖在白蚁的活动区域上的 就是蚁背或者叫蚁背 竟然是这样 这些白蚁是为了躲避阳光 所以给自己建造了很多走廊 工程是挺神奇的 不过这样也暴度了目标啊 嗯 会是这样吗 接着往下看 泥线或者泥背会引导我们直通老巢吗 不久我们在树根上找到了泥背 里面会有白蚁吗 哎呦 这么多啊 哇 越来越多啊 在树的下面我们又发现了一些零散的泥线 赶紧往下挖 很快 蚁道被土块遮挡住了 沿着蚁道向下挖才有可能找到蚁巢 只是千万不能迷失蚁道的方向 然而很快细细的蚁道变得越来越难以辨认 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哎 白费劲了 哎呦 我突然想起来了 咱们昨天的节目还提过 这白蚁的活动范围最远能够达到一百米 而且这白蚁它离它的巢穴越远 那蚁道就会越细 也会更加的错综复杂 嗯 这样 咱们问我们专家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 嗯 现在呢正好是白蚁的繁殖季节 我们可以通过寻找风飞孔 有风飞孔 开蛙 寻找祖巢 这样会更加方便 每年的五六月份 白蚁家族中都会产生一种长着翅膀的白蚁 飞出巢穴去交配产卵 建立一个新的白蚁家族 因为这种方式有点像分家 我们把这种行为叫做分飞 而这些长着翅膀的白蚁从巢穴中爬出地面 所经过的洞口就是分飞孔 为了遍于有次沉重的分飞 这个分飞孔修作的离祖巢都很近 有分飞孔呢 开蛙 寻找祖巢呢 就会省思省力 每年的五六月份都会有这个白蚁分飞的现象出现 这个时候也是白蚁最容易暴露的时候 那白蚁它想到过吗 接着往下看 我们很快找到了分飞孔 这个应该是分飞孔 但是被人踩踏过了 被破坏掉了 顺着分飞孔往下挖 会找到蚁巢吗 刚挖了一点 白蚁就露出了头 工蚁们闲着湿泥 试图修复洞口 无能给他们修复的机会 我们继续向下挖 很快 我们挖到了一个长长的空间 转家说 这个叫后飞孔 就相当于繁殖艺起飞前的停机场 兵蚁们举着大鳄守卫的洞口 而工蚁们则不断地搬运一块 争分多秒的修复后飞孔 他们修复的速度会有多快呢 开始进行计时 半个小时之后 后飞孔已经被完全封住了 你看它的土都是粘粘的 还湿的呢 刚刚封起来的 刚刚封起来的 很粘很湿 哦 这个土真的很湿 都是像泥一样的东西 对 很粘的 顺着后飞孔往下挖 到了两米多深的时候 一个奇怪的东西出现了 专家说 这是一块军谱 是构成以朝的主体结构 挖到军谱 意味着乙朝可能会很快 就呈现在我们眼前来 我们的搜索有了成果 顺着风飞孔挖掘 会更容易接近乙朝 风飞孔 还有后飞室 这两处应该是白蚁们 重点防范的地方 对于某些天地应该还是奏效的 可对 咱们就不灵了 这不咱们就发现了 它那个什么 什么来着 对 就是这个白蚁啊 生活和储备粮食的地方 你看 这白蚁啊 它不仅仅平时吃这个木材 同时呢 它也知道用这个木材呢 培养军谱里的细菌 这个细菌啊 才是白蚁真正改善生活的 那叫美味佳肴啊 美味佳肴 这应该是蚁王和蚁后的御膳了 这蚁王 蚁后 对 抓的就是他们 他们的这个寝宫 应该离御膳房不远吧 这没去我还真不知道 不能轻易下去了 军谱的后面就一定能找到蚁王和蚁后吗 我们从军谱出现的位置往后望 十多分钟后仍然没有找到蚁超 防治所的工作人员分析 这可能只是个外围军谱 离我们要找的蚁王和蚁后 应该很接近了 但他们究竟在哪里呢 目前还无从之想 实验结论 军谱后面未必能找到白蚁的巢穴 还以为发现了御膳房 就能找到皇宫了呢 没想到这挖了十分钟了 还是什么都没挖着 这蚁王和蚁后 吃顿饭够费劲的 关键是 咱找的这个军谱 可能不是这个皇帝的御膳房 就是普通白蚁的 这个大食堂而已 没明白 没明白 这个标记物一个一个的被发现 但是这里面 这关系确实是错综复杂 这样 你去看模型 刚才我们首先看到了 这个泥背和泥线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泥线消失的地方 顺着往下 找到了蚁道 我看他这蚁道还真是四通八达 不过挺复杂的 想要顺着这样的蚁道 去寻找巢穴 有点难度 所以呢 咱们转换思路 在这就此打住 然后接着往前走 在这儿呢 我们找到了分飞孔 我用这个铁道来表示 分飞孔里面 钻出来的呀 一般都是那种 长着翅膀的繁殖蚁 比较大个 对 所以呀 这个蚁道 一般会比较宽 同时呢 尽可能的离巢穴要近 所以呀 我们顺着这个繁殖蚁的通道 接着往下挖 就发现了 外围军谱 对于很多种白蚁来说啊 都有主巢和副巢 那对于黄翅大白蚁呢 它的外围军谱啊 就是它的副巢 它的主巢呢 有很多的这个军谱组成 那蚁王和蚁后呢 就住在这个主巢的王宫里 你看 这个呀 就是刚才圣克尔所说的主巢 发现了王宫 里面呀 就是国王和王后 在里面生宝宝呢 主巢和副巢之间呀 又有很多这样的蚁道相连 而且啊 白蚁建造了很多这样的副巢 有了这些副巢 这个白蚁的活动范围 就可以进一步的延伸 所以啊 这白蚁的蚁巢里啊 既有主巢 外面有一堆堆的副巢 而且其中呢 这个蚁道啊 又是错终复杂 想要找到真正的主巢 还是有难度的 不管怎么样 我们已经找到了 它外围的军谱 也就是它的副巢 那找到了副巢 能不能顺藤摸瓜的 找到主巢呢 继续实验 白蚁房制所的工作人员 在这个外围军府的周边 仔细寻找 很快就在大约半米远的地方 确定了主巢的位置 这个主巢长约1.3米 应该属于成熟巢群 挖开保护层 几十个军府就显露了出来 专家说 蚁巢被破坏到这个程度 蚁王和蚁后随时都可能逃走 工作人员开始和蚁王蚁后抢时间 蚁敲蚁敲的 把具有研究价值的蚁巢构架 放到了收集箱里 蚁王和蚁后的完工 很可能就隐藏在其中 半个小时过去了 还不见蚁王蚁后的踪影 我们都交集了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一大片白色的东西出现了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鱼卵 这鱼卵说明这个离皇宫不远了 工作人员兴奋了起来 加快了挖掘的速度 这个时候 工作人员掏出了一个 我们之前从未见过的东西 会是王宫吗 这个就是他的皇宫 为什么说他就是王宫呢 从他的结构来判断 你看有很多小孔 他宫以便于把蚁卵 往外搬运 也便于宫以去死为蚁后蚁王 从此也可以判断 他是一个王宫 经过这样强力的惊扰 王宫里面的蚁王和蚁后 会不会已经逃跑了呢 在场的人都很担心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王宫打开看看 好吧 走得回到 里面就里面了 你看 你看 已经发现两个蚁王了 这两个老婆 这两个胖胖是蚁后吧 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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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蚁后 你看他的蚁王 那么我们是不是把这个蚁王和蚁后都抓到了之后 那么这个整巢的蚁都会覆灭呢 对 对于这种土西白蚁来说呢 如果把他的蚁王以后呢 抓到了 也就整个巢群呢 他就灭亡了 实验终于有了结论 挖掉黄氏大白蚁的蚁巢 会导致整巢白蚁覆灭 挖还是不挖 我以为 这个端料的白蚁的老巢 会更加坚定你的信心 可是啊 要排除种种假象 还要深挖两米 对于徐女士这样的观众来说 他们能做到吗 要不 咱们去徐女士家看看 在诸济市白蚁房治所工作人员的陪同下 调查员来到了徐女士家 他们家一共有三层楼 每层楼都可以发现一些台湾乳白蚁的从地 经过检查工作人员最终确定 一朝就建在二楼的顶棚上 如果在徐女士家中挖一朝 一定会对房屋造成很大的破坏 来自浙江的徐女士 挖草对房屋大白蚁来说 能够将他们的整个草军杀死 但是非公非利对法经的破坏也大 特别是对于台湾乳白蚁这一类 将草住在石内和树木堆的白蚁中而言 并不适合台湾乳白蚁它有逆房移号 但是将它逆房移号捕捉了完了以后 余下的工艺 他们也会形成新的逆房移号 再形成新的种群 往往将一国逆草挖了 那么会形成更多的草军出现 因此对于台湾乳白蚁来说 挖草并不是一类很好的办法 专家挖白蚁窝 那这专家他到底是想 这不主张挖并不代表就没有办法 其实专家早已经想好了办法了 但是为了解决我们电视机前更多观众家庭 对这个白蚁的这种困扰 所以我们的节目做得非常细致 明天同一时间 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也欢迎更多的观众给我们写信 由我这个联络员替您转达 其实将我们来共同为您解答 您会发现生活当中那点事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敬请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